第六題,小齊滿了一包LED,規格為直流電壓2.0伏特,消耗功率為0.1瓦,作為模型汽車的車燈,若小齊將兩個LED並連後接在2伏特的直流電,則通電一小時,兩個LED所消耗的電能為多少度,我們曉得電的所謂的多少度,就是所謂的千瓦小時,一千瓦用一個小時叫做一度電, 那我們規格標示是2.0伏特,功率0.1瓦,表示我如果正常接2.0伏特,我的功率就是0.1瓦,這題並連接在2伏特直流電上,表示正常使用,所以每個燈泡所消耗的就是0.1瓦,那麼0.1瓦除以1000,就會變成了1乘以10的-4四方千瓦,所以一個燈泡是1乘以10的-4四方千瓦, 那他如果用了一個鐘頭,那麼就是1乘以10的-4四方千瓦小時,就是這麼多度電,那麼有兩個燈泡,所以我們就乘以2,所以呢,答案就是2乘以10的-4四方度, 所以第六題問我們說,兩個LED所消耗的電能為多少度,我們答案選的是B,2.0乘以10的-4四方 就這樣看吧,我們答案選了,這麼好,然後我們答案選了, 感谢观看